政府為什麼對高端跟聯亞差這麼多 單權的是美國原因而已嗎 那那麼錢美國也拿了 又何必這麼快運推疫苗出來 那你不懂 這個錢分了好幾部分 第一部分是權利金 那個單位叫美國國家衛生院 它是一個產品研發平台 他當時跟高端簽一個合約 他把這個授權資料 技術上給他的時候 他給了一大筆的權利金給他 這是第一筆錢 然後第一筆錢給他之後 然後開始生產 到最後還有另外一個 他每一季他每打一針 他每賣出去一針 全世界獨家給高端 每賣一季他都抽頭 他是按那個季 按那個銷售量 他是按季抽頭 所以他一定要推高端 推的越多對老美越交代 越好交代 就這麼簡單 後面一定有有利人士 是